各位香港星級頻道的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星級訪問,我是你們的主持Andy Andy今天很開心,因為我請了一位朋友,80年代開始,我們已經聽他的歌,一聽聽足30年了 他就是吳郭敬的Andy,你好! Hello Andy! 阿敬,闊別這麼久,我們有聽到你的歌聲 我閒話休題了,因為我率先想問問,因為我知道你最近推出了一張叫做Amplitude的新唱片 這張唱片有什麼特色? 這張唱片收錄了很多我寫給別人的歌,十首有九首,除了一首我說過《願你發落》是林云梁先生寫給我的 我這次是將我喜歡的經典歌重新編曲,重新編曲 非常難得,這些經典歌中,其實有很多我們很熟悉的名字 我記得九十年代有一首你作給蘇永康,一首《繪席人口》的名作《愈問愈傷心》 另外有陳慧琳的《對你太在乎》,許智安的《真心真意》 還有一首Andy個人的心水選擇,張學友的《我應該》 不過裡面還有一些歌,可能當年不是主打,但其實我自己也很喜歡聽 有一首我心水就是許智安的《好男不遠女鬥》 這首歌我知道阿勁也曾經拍過的,還有放在唱片裡的第一track 其實你覺得這首歌今次的重新編曲是什麼特色? 之前我寫給《安仔》的《好男不遠女鬥》的編曲是比較… 比較Bang一點的 我這次這個版本是比較Showing一點的 感覺是完全兩種不同的感覺 聽起來是,如果你不聽過《全力》的話 你以為是兩首歌來的 所以聽過你就知道感覺有什麼不同 有一種換言一新的感覺 還有一首歌我知道很特別的 其實就是找人家的好朋友梁漢文 和你將兩首你們各自自己作的歌 你的那首就是《其實我心心愛著你》 而梁漢文那首就叫做《一小時衝刃》 就變成現在這首叫做 《心心衝刃》 這首歌有什麼特色呢? 其實是因為… 在十幾年前 有一天我在家裡練歌 我正在練《其實我心心愛著你》 但我不是用了MMO去練 我是用我自己作曲的時候 那個鋼琴的純音樂來練 他就來我家裡 咚咚咚的按鐘進來 我就說,你好,你來探望我 我說,好啦好啦 你坐下吧,我去倒杯給你喝 他那時候就在這裡聽 他就在這裡聽 咦?他就在這裡聽 咦?他就在這裡聽 我出來招呼他的時候 他就說,喂,阿敬這段音樂都沒有聽 不如你借給我回家 讓我嘗嘗寫歌吧 那我心裡想 咦?他聽不出這首歌 其實是… 其實我心心愛著你的底 我說,好吧,你回去嘗嘗寫吧 嘗嘗寫吧 結果他真的… 之後他就寫了一首 即是用我這個琴的底 來寫了一首 叫一小時衝刃 他就放在七友那張碟裡 那我… 在他出碟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即是把這件事說給你聽 他就說,咦? 你不跟我說的那時候? 我說,對,我告訴你 你就作不了了 因為你會先日為主 你會記住我的音樂 這件事,大家都覺得很過癮 很難得會有這樣的故事出現 即是在音樂上 他跟我是一個創作上的拍檔 又是好朋友 我們經常都說 將他完成一件事出來 結果就是在2015年 我紅館的作品展 我們做了這件事出來 但是去到這張唱片 我們不如心想 一不做而不休 錄了在唱片上 結果就找Mark去編曲 做了一個新的版本出來 我覺得非常之好 因為除了有新意之外 其實也代表了兩位 一些友情在一邊 一個星星相識 過程大家的生活上的典型 是否開心 所以這張唱片 其實非常之難得 而且我知道這張唱片 除了歌曲好聽之外 製作也非常認真 因為用了一些特別的靚聲效果 是嗎? 是呀,這次是 黑皮特德哥和我一起聯合 去監製這張唱片 當然德哥的 錄黑花碟的功力 我們不用去懷疑 因為全香港最頂級是他 所有最漂亮的聲音 最厲害的製作 都是德哥出著他的手筆 這次他和我一起去做這張唱片 那我在技術上 在音質方面 我就交給他們 那我就 集中在編曲 唱歌 那方面 所以這張唱片 其實匯醉了阿敬 還有很多製作人 他的心血 在裡面 所以大家也可以買 這張Amplitude 去欣賞一下 他們裏面的成果 是嗎? 其實你自己 在三十年的發展 你最難忘哪個階段 最衣不死 是哪個階段 那個鋼琴 是Stanway的最有歷史的鋼琴 這套鼓也是 通常樂器用得久才漂亮的聲音 還有我初出入行 和一些很高質素的監製樂手合作 這是我一個很重要的經驗和經歷 令到我日後有很多 我的音樂上的構思 或者是 的知識 也都是 在那裡 其實原來真的 最初的階段 是令自己最難忘的 那個發展 但其後 你亦都 除了自己唱歌之外 都寫過很多歌 給很多歌手 當中有哪些歌 我們聽的 手手都很精彩 但其實 背後的創作理念 你自己最清楚 其實有哪些歌 你寫給那些歌手 是你自己特別難忘的 如果我和他合作得最多的歌手 就是 安仔 鄭世文 郭富城 等等 Eason 他也有帶 以歌曲來計 我自己最喜歡的 不要一首 兩首 就是 迫入遊戲 和 請將音量收拾 哦 It's a crying game 這首 其實這些歌 都是很受歡迎的 不過當然 不是那些 最第一主打的歌 是嗎 但反而阿敬 其實對這些歌 是情有獨鍾的 沒錯 其實我自己覺得阿敬 作曲的風格 就是旋律好聽之餘 被人一種很搖擺 很輕快 很輕鬆的感覺 其實我們很希望 你可以再創作多些歌曲 現在我看到你的新唱片 現在是新歌 現在是新歌 接下來你還有什麼 新的創作大計 或者音樂的大計 我接下來會 在國內有很多演唱會 和這張Hifi的唱片 一起合作 去做show 以及去宣傳這件事 還有這一張是Volume 1 會有Volume 2 Volume 3 一直出 希望到時會 將我所有最好聽的作品 重新有一個新版本 因為我有很多歌 譬如好像 最原始的 我說過夜快樂 已經是1992年 我們在Cloud Kick 都是唱著1992年的版本 其實我心心愛著你 走五大堂 全部都是沒有新版本的 甚至玩火 都是沒有一個原作版本 所以有時候 我會想 既然我有機會 可以出唱片的時候 我希望在這張唱片 之後第二張 我會收錄多些 我的經典的歌 而有一個新的版本 讓大家可以在K房 唱歌 唱我的新的版本 也不錯 好啊 2017年 阿勁 我們期待 你有更加多的佳作 給我們聽 還有更加多的觀眾 唱多些好歌 好嗎 你要加油 多謝 多謝 吳郭敬